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信已经是确定拿下了机冠军 卫权是战绩紧绝在后 那天是五成的胜率 恒一是26胜28败 海钢雄鹰24胜31败 后方汉匠是22胜31败 就是在下半首席的战绩 这球打成了飞球在界外区 这是洆湞的守备机会 完成了接杀 这球打平飞 真的是安打王就是安打王 良好球衣坏球 陈诚威还是能够从班威的手中 打出吃到好球带的location 形成安打 这颗有点卡特位移的进了位置 在外角 走到中间 你要再慢慢找出当表演的兴趣 哎哟 这球传了一个玩半斗 在胸口的位置 对 半根是有闪过 刚好在入镜上面 走内角 又在中外野方向掉下来了 中外野手第一个弹跳球 也没有能够确实的接到 所以这些年轻的野手 在一军里面的细节部分 还有真的很多很多要去学习的地方 在飞行的位移过程 在脚步上还没有办法站得那么顺 所以最后有一个转身 然后这个滚地球有机会了 六 四六 三 这是由杨敏仪跟持恩奇 所策动的双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我们会跳进身 音乐 是 被打距离可以到达2成85 但是他可以把ERA 空子再撕一下 漂亮 慈恩奇 Lead of single 在第一打席呢就打出了安打 这颗稍微浮起来的直球打得很好 肯特的球速不快 所以在好的位置打出安打 基本上他真的是一个很qualified的投手 非常的qualified 打成了一个小飞球在界外区 在界外区就遭到了李勋杰的接杀 一出局 这球打成了滚地了 一个弹跳之后 4 6 3 黄连豪打出了双杀打 李勋杰今天的先发一蕾 这球打成了一个有守备机会的滚地球 好 这个飞球是有机会防守的 这是陈真的守备机会 两出局 真的快速的成长 三垒 强旗球没有收起来 王念豪 但是马杰森呢是只留在一垒 不需要移动脚步 打得很强劲 凭一个反应 一个弹跳碰到手套而已 这个变化球打在三游 又穿得过去了 飞棒落空 关键的三阵出现 这也是班辰这场比赛的第一次三阵 二天的公式结束 1比0 三个球 最后申浩韦的挥机呢是打坏球 遭到三阵 嗯 变速球来了 而且走外脚低了 最后位移一路往下 中指的哪一个主审 哪一个裁判 他的好球在这什么地方 不熟的来就要花一段时间去适应 哦 这个球 肯特下球补防 这个球传的虽然不好 李勋杰传在肯特移动中的身后 这也是他自己要注意的 不过制造了富邦的三上 三下 富邦0比1落后 这个反方向的飞球 蔡佳燕的守备机会 完成了接杀 哇哦 稍微内侧了哦 走了 结果打了一个内野的冲天炮 这个冲天炮呢 林志平要夹着尾巴赶快回一蕾 遭到了 结杀出局 走了 那现在就是 梦中捉 捉 捉 捉到了 在累坚呢 抓到了林志平 那乐天在第三局的攻势 形成了变相的三上三下 1比0 还是乐天领先 身高188公分的身高 这球大声的滚地球 收球之后的肯特 完成了刺杀 这球强袭 但是一类手李勋杰收球了 两出局 打在中线 哦 只有肯特有守备的机会 肯特没有拦下来的话 就是形成了穿越的安打了 再来一个挥棒落空了 三阵掉了 赤恩奇 富邦在第三局的攻势 留下了残磊 三局打完富邦 0比1落后 好几个 就是好比说他的 被打就比稍微高了一点点 像现在又被打了安打 这是今天这场比赛 他被打掉的第五支安打 而且是一支二类安打 肯特跟班恩呢 就是 类型不太一样 收球之后的赤恩奇 解决掉了李勋杰 但是梁家荣呢 上到了三垒 冲天炮 但是这个距离就有点尴尬 蛮浅的哦 要考验中外野手 潘伟翔 吃到了 没走呢 一开始就离开垒包了 只是在判断而已 对 好 这只是一个飞球 这个飞球 有守备的机会 由李伟 在街外区完成了接杀 乐天在第四局的攻势 留下了三垒的残垒 1比0 还是乐天底先 我以为他是打到棒子打 裂掉 挥棒落空 再来一个内角 控制在内角低的位置 好 带在棒头上的软弱滚地球 就是肯特又制造了一个三上三下 那打完四局之后 富邦依然是0比1落后 这球只是一个飞球 蔡佳燕在边线附近 完成了接杀 好 带在棒头上的飞球 遭到了外野手潘伟翔的接杀 好 打在中线 打在中线 没有收下来 阳明依 球的滚动速度不算太快 但是因为第一时间的站位 那虽然是左打者在场上呢 但是因为在量好球之后 也许你的站位可以稍微的向二垒修正一点 你没有修正到二垒的话 你就跑动的范围就会比较大了 想要凭直接跑船 但没有进手套 哇 这是一个扎实击球了 林志平今天真的 班恩解决不了他 没有拿好 对又是一个第一时间 后面还好 还有差一点一条边的漏 但这个华磊跟王力豪比较大的冲撞 对被带在棒头上已经形成安打 对 但是呢 让我想的处理 对就是看你怎么处理 有时候不要慌 这是接完球之后要做传球的时候掉球 所以他是看到你漏球之后才加速 看起来是身体碰撞到王力豪的脸 手 手碰到王力豪 跟身体有接触的是手套 手腕这个位置 走了 做了一个假动作 主要是林志平 很会演 对 林志平希望他传 巴不得他传 对 眼睛一直在看李伟 然后呢 你动作出来之后 他还停一下 一副就是传过来啊传过来 好打成了一个被挤压的飞球滞空时间够久 蔡佳燕完成了接球 对 现在看打者怎么样来反映这个进雷点 这是一个被挤压的滚地球 冯建廷刺杀掉了陈真 这球打得扎实了 这球扎实 十二把 形成了一支长打 这支长打球 现在上到了得分位置 这也是这场比赛 互帮第一次近战得分圈 比较靠身体啊 这一颗变速球 变化球进到热区啊 嗯 朱宇贤只能尝试跳街 21年到24年的时候 曾经在新北和联打过球 内野的软弱滚地 转身传一雷 哇 右手会比较爽 他要大转身啊 对 他转身之后的方向 至少好像感觉上 李勋杰会 可以可以降级 站出来接 出手角度啊 哎 有打点哎 哇 打第一球的结果是 双方现在正式打成了平手 攻击啊 速球在好打的位置啊 这腰带高度的速球 打得很好 掌握住这个 德迪天的机会啊 好 4-4 4 4坏球保送 好 打进场内 但是游击方向的滚地 累奸完成了二壘的封杀 出方在第五局的攻势 攻下了追评分 双方1比1平手 第五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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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旺希上来接替投球 那林旺希呢 在这一季 一军呢是一次中继成功 第四局的时候打出过二壘安打 哇 又是一只安打了 嗯 你稍微的上修呢 就要被狙击 速度要快哦 这次 至少 至少只是一只一壘安打 对 但是投手呢 还是是最为 需要去 去注意的 这是一个飞球 制空时间蛮久的 陈真在线边上 完成了接杀 哇 又是一只安打了 这只安打球 这球 稍微比较直上直下 会倒旋 嗯 对 如果要弥补的话 往前会方便一点 对 重心要向后撤就 很困难 所以 这种角度的球 不要 直接站在正下方 好 游击方向的滚地球 搜球之后的 长盘球 完成了刺杀 张敏勋 光看五局的用球数 肯特只用了67球 但是班恩却用了95球 这就绝对的影响了一个投手 他能够吃局势的能力 这一球呢 这一球的 A型距离 在瘟灵圈前 被晨晨威揭杀 强行穿越了 在两块球的情况之下呢 申浩尾就打穿了三游防线 这场比赛 副方的第五支安打 这一球打在投手前的滚地球 看二壘最后传向一壘 现在换上张瑞玲 张瑞玲这一季呢 在益军市吃了11.2局 拿过一次的中继成功 哇这个位置 边边角角的今天就是这个情况 不算差 但是呢就是 打者很精明 盈利确实很会选球 主审的好球代言 不大 这一球也形成了乔打的安打 哇 你只能说 他对于自己球棒的控制能力实在是强 外角滑球投得很开了 对 已经破坏掉他的击球重心了 已经破坏了 哇又倒下了 只靠打击手腕的控制了 这一球也形成了乔打的安打 这几球需要对决 好这个飞球 有机会来处理 到汪凌春前呢 完整的接杀 那前卫跑者走了 在前卫的凌厉呢 推进到达三壘 那陈辰辉呢 是在一壘 哇 这球被逮到 这球被打一套就没有了 哇直接被轰过了全壘打墙 而且是轰出了球场 这是一个三分炮 对张瑞瑞来讲 这真的是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情 李伟需要在外角的进雷 这次转到中间 好这个球有机会防守 收球之后的董子恩 两出局 满球数 这球打在中间方向 有机会防守 完成了接球 乐天在第七局的攻势 朱玉贤的三分炮 目前是4比1 乐天领先 这球由击方向去找到了马杰森 遭到了刺杀出局了 在左半边的飞球 被余德龙 用滑街的方式接近手套 如果至少这几次的对战下来 打到第三打席 潘伟翔打肯特 有越打越好的一个感觉 对 有可能落地的安打被美金默 李李祝你生日快乐 好 黄伟翔上来接替投球 现在调度的空间就比较大 好 打在中线 哎呦 他的空手还帮忙的防守勒 他要面对的是后段棒次 李建勋这一季呢 在一军呢 是八次的出赛 六局 好 让他断一根棒子之后 完成了这个刺杀 好 这是有守备机会的 守球之后的王念豪 再次解决了 马杰森 哇 so good 王念豪 直接没收了 张敏勋的强劲平飞球 结束了乐天在第八局的攻势也帮助了李建勋 投出了一个三上三下的一局 好 陈冠宇上来接替投球 这一季呢拿过二十四次的终极成功哦 好 陈冠宇上来接替投球 好 陈冠宇上来接替投球 好 陈冠宇上来接替投球 一垒方向的滚地球 收球之后的朱玉贤 解决掉了刘俊豪 哦 直接是非常强劲的平飞球安打 抓第一个球就出手了 第六局把球打到了外野去了 这一球呢三垒 啊 被收球了 梁家荣传向二垒 完成了封杀 富邦在第八局的攻势 留下了残垒 依然是一 一上来就被林立打穿了中间防线 中线收球 啊 又掉球 再抛一垒 结果来得及 会挑战吗 要挑战一垒的攻防 这一球穿高了 一垒 set 哇 穿过去了 三油防线 王正堂收球 那现在攻占成满垒 连续的三只安打 这只是一个飞球 可以引用内野飞球规则哦 举手 已经举手了 又是一个冲天炮 那裁判的手会不会再举起来 是 再举起来了 连续两个内野冲天炮 形成的自动出局 这球打在中间方向 掉下来了 形成了安打 因为第一位呢 已经被锁定了 那这两分呢 掉的是有点冤啊 好 三类方向 收球之后 王念豪稳稳地传向一垒 那天在第九局的攻势 又攻下了两分 六比 庄星雁在这一季呢 拿过十次的中继成功 最强悍的攻击指数 这球打成了飞球 然后在左外野 很远哦 还在飞 还在飞 过去了 对 雷神已经判定这个球呢 是轰不浪 身号为本季的第九发全力打 他紧追着张育成 育成呢 刚刚介绍张育成本季 有十发全力打 然后呢 马上就补上一轰 好 这个变化球浮起来 打得很好 正希 怎么样的去平用 这球又是一个飞球 如果仰角数过高了 盈利 这球断棒的软弱滚地 马杰森收球了 两出局 哎呦 棒子被冻住了 遭到三阵出局 富邦里就输掉了这场比赛 虽然在九局的后半 身号为打出了本季的第九发的全力打 但是呢 输给了 乐天桃园 那肯特拿下了本季的第四场的胜利 张瑞琳呢 则是 中继 吞下了败战 胜利打点呢 是朱玉贤在七局上半所打出来的三分炮 赢了这场比赛的乐天 在今年下半球季 对战互方 拿下了七胜五败的对战领先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